来我们看一下简报44页 44页这边 我们这个是另外一个服务 Cloud AI 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可以辨识图片 其实这个功能 就算我们不用它 我们刚刚的Copilot也可以做到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有用过深层图片 对不对 这个我就先不要再请大家注册账号了 我找这个好不好 我找这个 刚刚大家 这个你Mac也可以用 因为它就没有分 一定要那个AI小帮手 我们刚刚在微软的 Copilot应该是这里 这个 刚刚我们 在这个Google文件里面 是不是请大家打开第二个 这是深层图片吗 你可以打开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只要你登录你的微软账号就可以用了 我记得好像我有点忘记要不要登录 你看我把它打开 它一样是叫做Copilot 可是我们刚刚在这一边是专门深层图片 那在这里就是跟我们刚刚AI那个一样 可是它这里有个功能 你看 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上传影像 对 它可以认得 应该说它可以告诉你 这张照片里面有什么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分析的话 你看哦 我的简报 好44页 我刚刚这里有demo 有没有demo1 demo2 好我先给你这一张 这个超连织 哎有有有 好 我把它打开 啊这个不是 我连结弄错了 我用后面那个 图片不见 哎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啊好了没关系 来那我就用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 假设我要这一张 我可以把它丢给他 请他帮我看一下 好 来我先存起来 OK 来我请他帮我看这一张 我就把它传上去 上传 好 找到我刚刚的位置 好在这边 然后我就请他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这张图里面 有什么 内容 OK 然后开始 哎 哦 那我要登录一下 真的要登录才行 哈哈 不登录不行 所以你要真的要登录账号了 但是你用这个界面就可以了 请你告诉我 什么内容 好 他就会开始帮我们做分析了 有没有 他脸部的部分可能不会描述的那么清楚 因为他为了那个隐私权 所以他要写 有没有 穿着 我手拾烟花 这样你知道他真的看得懂了吧 这样有了解 但是烟花是对岸的 烟火的名词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有一些对岸的元素在里面 还有一些不明文字 哈哈 这样理解了 好事实上如果你给他里面有中文字 他会告诉里面那个中文字的内容 他真的认得 他不是只认识那个图片而已 好 所以这个事实上让大家体验一下 这在我们简报43页 给大家 就是44页这个部分 44页 事实上他都可以针对那个文字内容 去做变性 那你了解吗 先给大家有个概念